最近关于内马尔与黄马之间的绯闻,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前有黄马主席老佛也在2017金球奖颁奖典礼上,公然向内马尔发邀请,声称来黄马可以拿到金球奖。 要知道2017金球奖得主可是C罗·弗洛伦蒂诺这话简直没有顾忌C罗的内心感受。 之后不久,更有媒体爆料,内马尔已经开始在马德里购房,黄马重新甚至还提供料建议。 后来随着世纪大战的临近,内马尔加盟黄马的传闻暂时平息。 巴黎主席纳赛尔公开表示,内马尔肯定不会离开巴黎俱乐部,更不会去黄马,算是为这件事情画上句号。 然而昨日西班牙媒体,每日进球,却与巴黎主席唱起反调。 每日进球,爆料,巴西巨星离黄马不是更远料,而是更近料。 双方已经进入商谈具体条款的实质阶段,内马尔提出了一系列条件,等待黄马回应。 诸多加盟条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,现黄马头号球星C罗必须离队。 内马尔显然不希望在大巴黎与卡瓦尼针点事件再次上演。 黄马上下必须全力维护自己的核心地位。 黄马上下必须全力维护自己的核心地位。